复活期第六周星期三 承担 公读圣若望福音第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 他要把你们引露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反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 他要由我领受的而传告给你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 承担它是一种能力 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长大成熟的能力 所以它也是衡量一个人成熟的标准 更是添出圣神 充满一个人的标志 因为圣神充满一个人 就是为了让人承担 承担说明这个人已经是大人了 这是为什么咱们传统上说 一领了监政领受圣神 这个人就成了成人了大人了 其实就是表示他现在能够承担任务了 那么圣神要我们承担什么 根据咱们今天的福音呢 我们只简单的回答 圣神充满一个人的目的是为了真理 也就是真理的承担 那么什么是真理的承担 如何承担 那就让我们在今日福音的字里行间 咱们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 耶稣说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 为何还不能承担 一方面因为宗徒们还缺乏承担的能力 另一方面了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不明白主耶稣 要他们承担的是什么 能力是一回事 承担的东西 承担什么又是一回事 就如我们一般人对福传事业 常常怀有浪漫而不切实际的憧憬一样 讲到了祈祷方面 服务方面或者爱心慈善 在盛事和管理方面 我们都曾经被我们的浪漫情怀所包围 而浪漫恰恰恰恰是我们不够成熟 还不能承担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在浪漫中 浪漫呢 它也是一种冲动 情绪化 或者是任意 任性 还不理会他人的感受 一句话 将一切看得太简单 浪漫就是简单 不过这个简单呢 不是那种可以说那种简单 而是一种不成熟的简单 不过很快浪漫的时候就过去了 让浪漫过去的 其实就是咱们的失败 挫折羞辱 差不多啊 咱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切 就是不成熟的浪漫 或者或许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神父啊 那我们从来就没浪漫过吗 那我们就不能浪漫吗 因为当我们说这话时 或许正是我们一直在浪漫中的证明 有的人说我从来就没有浪漫过 事实上在我们人没有经历失败 挫折和羞涨后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浪漫中 就是说在浪漫中不知道 就在那个虚幻中不知道 下面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不能轻松浪漫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的确可以浪漫惬意一下 但是还得要记得 只是一下 我们不能将浪漫当成生活 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啊 浪漫是非常昂贵的 生活是很便宜简单的 你想想咱们一般的老百姓 谁能每天消费些红酒咖啡 小桥流水人家 偶尔一两次或许可以 当然那些有很高深修养的人 或许人家他们能够在思想上 意念上能够将最普通的生活 变成很高养的浪漫 只不过世上有几个有高深修养的人呢 所以啊 咱们结论说 我们不能把浪漫当成生活 这是叫做方济格在他的讲道中 不断出现的话题 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浪漫 特别是在那个让心展翅飞翔 这本书里面 常常的提到的 还有教宗里平日的讲道 这个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啊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看 那么我们通过上面这些说法 就是耶稣这句话说 然而你们不能承担 就是说我们的能力还不够 另外呢 我觉得耶稣这句话 我们每天都需要听 每天都需要印证耶稣这句话 每天都要向主说主是的 我还不能承担 真的 我还不能承担你交给我的重任 我常常感觉到我生活在浪漫中 每当我觉得非常肯定了 这是你的生意 没想到 我还是在多少流在虚幻中 那么我们看第二句话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把未来的事 传告给你们 那么上面咱们说过 是我们走出浪漫生活的 是我们经历的失败挫折羞涩 其实啊 真正是我们走出浪漫的 是圣神 因为真正走出浪漫的 不是不再浪漫 而是从浪漫走向成熟的人生 要不然那就是从一个兴奋 喜庆的浪漫走进另外一个 惆怅低沉的浪漫中 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如此 他们只不过从一个失败中 走进了另外一个失败中 从一个虚幻中走进了另外一个虚幻中 然而能够使人从浪漫 真正走进成熟人生的只有圣神 主耶稣说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圣神要把我们引入哪些真理 当然是基督 基督就是真理 因为只有耶稣才是真理的全员 也是一位一的真理 所有的真理都需要回到基督内 那问题就来了 宗徒们以前不是已经认识了基督吗 为什么还需要圣神带领 再认识基督呢 其实上面咱们已经回答了 以前宗徒们认识耶稣 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总是不满不切实际的浪漫 今天其实咱们也是一样 我们认识耶稣了 这么多年了 跟随耶稣这么多年 可是在我们的认识中 总有浪漫的成分 就是什么叫浪漫 这里这个词 我用的浪漫 教宗用的浪漫也是 就是幻想 我们用幻想憧憬基督 用绘画 去浪漫 去绘画 我们未来的福川 或者教会 天主的计划 我们常想教会应该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事实上很多时候 都是在一些不去实际的浪漫中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想象力 去绘画天主的计划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 主耶稣的这句话 当一切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真理之神就是真实之神 只有天主圣神洞察天主的计划 只有圣神带领我们走进真实中 真实之外都是虚幻 再美丽旋律 再感人恢复 都不是真实的 不能成为 或者不能成为真实 顶多成为浪漫 而不是真实 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理 基督是真理 所以基督是真实 圣神带领我们走进真实的基督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 并把未来的事传稿给你们 真实的表现就是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 这也是一位被圣神使用 为基督作证的人 所应该有的态度和精神 是的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它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承担真理的能力 换句话说 一位夫传者应该具有这种 真实坦荡 简单朴实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宗徒们身上 表现得非常美 不过 这是在他们充满了圣神后 我们看福音和宗徒书信就知道 新约除了告诉我们真理的内容之外 还告诉我们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的能力 当咱们去谦卑的 颂读一下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作者 圣经作者 那就是多说一个字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少说一个字 你说福音为什么那么简单 又说 那时候耶稣来了 耶稣对那个人说 起来吧 按手他的病就好了 如果是我们今天讲到 或者我们我们一定要啊 这个描眉复缝 我们整个的要渲染一下 但是福音的作者没有 为什么没有 他知道其实多说的那些 也起不到作用 多大作用 比如说咱们今天的讲到服务 我们愿意弄得激情澎湃 大家都泪流满面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最后的结果 真正起到效果的 不一定是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的 不一定有真正的效果 所以真正的效果 不是光看那个情绪 这就是添出盛宴的那个美丽 在我的讲道中 常常遇到这里的情形 有时候我遇到一个 非常兴奋的话题 发挥的好的 大家也都喜欢听的 我就不愿 不由自主的 愿延长几句 多说掉 其实我也发现 也有朋友告诉我 说神父啊 你今天的讲道 要是在靠前的那个地方 停止就非常美了 你多说了那几句 感觉有点多余累赘了 我默然承认 是的 这是我的问题 我们看第三句话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 把由我所领受的 传告给你们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担 因为承担本身 就是为了他人 承担真理 就是承担他人 承担者不是做自己的事 而是做他人的事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领受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归光荣与天主 归光荣与天主 就是一种承担的能力 就是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是做什么的 不要忘记自己 那就是一种承担的能力 也只有不用忘记自己是谁的人 才能承担其位真理作证的重任 事实上很多伏传者 就是因为忘记自己是谁 开始妄自尊大 不知道天高地厚 立即他们的一切工作 都就掉进了浪漫的虚幻深渊里 等他们 等待他们的 或许就是惨败和羞骚 但是要让他们真正醒悟的 只有圣神 就是我们在开始时所默想的 即如何走出浪漫 可见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实在太重要了 也只有不忘记自己是谁 才不至于忘记自己正在做什么 是做天路的事还是做自己的事 基督徒都是在做天路的事 而做天路的事必须有圣神带领才能完成 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 这所有的一切都连在了一起 承担是来自天路圣神的能力 承担真理的能力 真理就是基督 基督是唯一的真理 只有圣神带领 我们才可以走进基督 除非有圣神感动 没有一个人敢说耶稣是主的 因此 为基督作证者 要时刻牢记 自己是谁 是做什么的 不要妄自尊大 陷入可怜的 骄傲和自卑的浪漫中 就是自己 回划了自己的一个浮传蓝图 弄得好看 就好像楼宇廷格 书台 办公室等等 其实很多都是在浪漫中 让我们向圣神祈祷 圣神求你降临 充满你信徒的心 在我们心内 燃起你的爱火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